刚刚进入今秋九月,本来是该收获的季节,无奈最近却频频传出不好的消息,八月底原本有唐嫣和罗靖准备结婚的消息,但是知情人却爆料两人,因为生孩子的问题已经分手。 而现在最新消息,台湾媒体又爆料娱乐女王范冰冰和大黑牛李晨也分手了,是真的吗?事情的起因是在浙江卫视的十周年庆典上,作为浙江卫视最火的综艺节目,奔跑八的七位成员等超安准了贝比陈赫、郑凯、王祖兰、陆哈、李晨都录制了一段VCR,在祝贺浙江卫视的同时,还顺便吐槽了一下奔跑八导演组。 然而就是这个VCR引起了风波,大黑牛李晨的手中,竟然没有了求婚范冰冰的婚戒,可能有的人会说录个视频李晨不会总带着婚戒吧? 小编要说那是你没有发现,从李晨求婚范冰冰成功之后,李晨出席所有的活动,都会带着婚戒的,曾经一度高调到让所有人嫉妒,而且从VCR中可以看出来李晨似乎有一些颓背。 虽然说在国外拍戏很辛苦,但是其他兄弟团的成员也都在紧张的工作中,为何唯独到黑牛李晨看起来如此沧桑? 感觉一下老了十几岁的样子,就连李晨的新戏开拍上香的时候,都会发现那个耀眼的婚戒,在向人们展示两人甜蜜的爱情。 可见到黑牛李晨对发冰冰的爱和重视程度有多高了,但是信心的网友发现这次李晨竟然没有带婚戒,而且还特意去翻了李晨的微博。 从六月份开始,李晨的微博内容就比较少了,而且照片中几乎都是没有带婚戒的。 难道这仅仅是阴拜巧合吗? 今日李晨的好友郑凯在香港出席活动,不少记者都提问好友李晨,是否和范冰冰已经分手。 作为李晨的好朋友,郑凯本应该质疑一下记者,从哪里来的不实消息,但是反常的是郑凯回复了不清楚三个字,一度让记者感觉肯定有内情了。 虽然前一段时间范冰冰的负面新闻不少,但是身处在娱乐圈中,又有几个人能没有负面消息呢? 而且当时李晨都是守护在范冰冰的身边,两人的感情也被外界夸赞,有人猜测是因为范冰冰负面不断李晨才语气分道扬镳,但是在小便眼中李晨应该不是怕事的人,自身的背景也不是一般人能理的了,怕事一说可能站不住脚。 大家觉得李晨真的会和范冰冰分手吗?两个人的感情经得起考验吗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